比赛队伍 史帕尔 vs 索罗比赛类型 一甲比赛时间 2018年9月28日周五 1点主队信息 史帕尔过往隶属在低级别联赛 过去两个赛季连续二连升 虽然上赛季在一甲长期处在降级区 但在赛季末爆发成功保级 上轮赛是做客战佛罗伦萨 在上半场就先让佛罗伦萨领先拿下两分 迫使史帕尔压力剧增 下半场部分仍没扳回局势 在比数零刀三惨败 整场表现不管在射门 进攻方面都低于本季表现 在本赛季目前成绩三胜二败 客场信息 森索罗在一甲属于中油球队 在前三个一甲赛季上都有明显的进步 另外还打进了欧连杯 上轮赛事坐镇主场迎战恩波利 虽然球队开场仅一分钟就闪电失球 但博阿腾很快就扳平了比分 随后他们占据主动并在下半场再入两球 最终一三比一的比分完成逆转 整体势力有所提升后连赛开局表现十分理想 在本赛季前五轮除不敌尤文图斯外 他们取得三胜一平的佳绩 处于欧战区当中 综合分析 本场赛是除盘开出让平 史帕尔主要依靠防守打天下 攻击力并不出色 只进五轮过后只打进四球 两名主力前锋佩塔尼亚 安特努西商轮双双牙火 前两轮主场击败帕尔玛以及亚特兰大 且保持不失 在主场上战力仍有一定表现 森索罗本赛季中攻却忽略了防守 除了联赛首轮名封国际米兰 之后四场联赛一共被打进八球 在防守表现与进攻端相比要失色 赛事聚焦 每日赛事分析赔率是科学 盘口是艺术 客观分析赛事 不必担心错过重大热门赛事 欢迎持续关注每日赛事分析推荐 目前在微信有一群喜爱足蓝赛事的伙伴 针对不同赛事互相研讨 有兴趣的也欢迎一起交流学习 此赛事看好森索罗胜 上场赛事数据使帕尔森索罗更多精彩赛事分析 请关注搜索微信号CS18800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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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